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这里的知天命指的是知道了上天安排的命运 而且在古代,人的寿命都比较短,活到七十岁的人都非常少 所以,人只要一过五十岁,基本就能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于是开始一样天年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 现在的人均寿命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按照人生百年的说法 五十岁之后,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人生洗洗浮浮,上半生是奋斗的时候,是在不断上升 下半生就是在慢慢下坡 很多东西冥冥之中就回到了原点 所谓人生幸福,我觉得是上半生拼命改善 下半生学会享受生活 人过五十,有钱没钱,都要懂得抚养自己 别亏待了自己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也真的不容易,不简单 如果一辈子都累死累活 岂不是白活 一,儿孙子有儿孙福,别插手子女的事情 重庆有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每月有四千多元的养老金 和老伴两人总共存了一百多万 准备留给子女买车买房 但是对自己却很节省 老人患有骨质增生 他先生想把老房卖了换给有电梯的 他嫌价格太贵 结果去年爬楼梯摔了一脚 现在坐轮椅,还是得换电梯房 人老了,活了大半辈子 不要老想着子女,适当地想想自己 福贵昨天发朋友圈说 真的好累,为了给儿子买房 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 我发微信给福贵 说,你儿子买房,你累啥呀 福贵回复我说 这不是儿子要结婚了 想去省城买房子 可是省城的房子好贵呀 我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还贷款二十万 才给他交了首付 我说,那么你自己住哪里呢 他说,暂时租房子住 过一段时间去申请公租房 只要儿子过得好,就行了 福贵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妻子在一个小厂打工 两个人,夜收入也就五六千块钱 好不容易从牙缝起书闲来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现在又变成了居屋定所的人 富贵出财,武士出头 以后还有几十年 要是把钱都给了儿子,自己退休了 都靠养老金,能够过得幸福吗 紧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没有地方居住的老人,真的很可怜 人过五十,要有儿孙自由,儿孙福的想法 要坚持一代人,管好一代人 别把淡半辈子的积蓄都给了儿女 把钱给儿女的时候,他们会说几句好话 但是你自己走不动了,要他们照顾了 估计就听不到好话了 儿子孝顺你,但是媳妇不一定喜欢你 女儿孝顺你,女婿也许看不惯你 让儿女自己去发展事业 自己去打拼生活,才是最好的做法 做人总要自私一点,对儿女狠一点 留下存款和房子,抚养自己 二,活到老,学到老 不管年龄有多大,不要放弃学习 一个人要如何做到青春永驻 答案就是多读书 读书的人气质出众,做人优雅 言行有礼貌 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 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被看不起 特别是那些出口成脏的人 真的令人嗤之以鼻 抚养自己,关键是抚养自己的心 当你学到了很多知识 那么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多种角度去观察 用智慧去思考,用智慧去化解 心情就顺多了 很多人预示了就耿耿于怀 其实是智慧不够的表现 人到五十,孜孜不倦的读书也是抚养自己的方法 有的人年纪大了 但还是坚持看书 练字 画画 不仅仅打发了时间 还可以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赚到多少钱 也没有存款 到了五十岁也应该抚养自己 不要再拼命地去赚钱了 天天加班熬夜 弄丢了健康的身体 那就不划算了 还有,如果心中有欲望 就是自己口袋里有钱 也不会幸福 而是愤愤不平 有一种仇富的心理 一个人心穷了 是永远都富裕不起来的 只有摆正心态 懂得知足 才会感悟到生活的乐趣 一辈子赚钱不多 但是自己已经经历了 就是赚到了人生经历 是另一种富有 当你老了 可以和晚辈们谈起过去的事情 让晚辈们少走弯路 你的经历就慢慢转变成了家庭的财富 人心不足舍吞向 大部分的人到了五十岁 在经济上总是有所改观 除非好事懒做的人 那就无其可失 五十岁的人 要有一种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心态 不要总是好高骛远了 要退一步 顺其自然地去赚钱 随意而安去过日子 你一定会发现 自己越来越富裕了 人过五十 拥有健康最重要 邻居老贾说 等我退休了 就天天去健身 花大把的时间去旅游 还常常去爬山 徒步 老贾今年五十三岁了 抽烟很厉害 喝酒很厉害 每次单位组织体检 他都不合格 他的肺部有问题 血压偏高 肾有结石 可是他不在在乎 总以为时间还多着呢 以后再考虑健康 养生的问题也不迟 上个星期六 老贾喝醉了 打了两瓶掉水 才慢慢醒酒 老贾的妻子 在一旁小声地哭泣 真的害怕老贾 有个三长两短 老贾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说 谁把我送到医院来了 瞎搞什么 我老贾是喝醉的人吗 离开医院时 医生建议老贾 戒烟戒酒 但是老贾不听 其实 一个人的健康 是长期坚持锻炼的结果 不是等到自己 七老八十了 再去锻炼 人过五十 必须要开始保湿一下 这四点 别护士健康问题 一 坚持运动 到了五十岁之后 如果可以每天坚持 合理的运动 是养护身体 维持健康的措施 生命在爱运动 长时间缺乏运动 同样有可能会影响健康 导致身体循环受阻 或者出现抵抗力下降的情况 因此 想维持身体良好状态 到了五十岁之后 需要坚持运动 达到养护身体 促进健康的目的 二 清淡饮食 到了五十岁之后 如果可以做到 清淡健康的饮食 对长寿有帮助 现在很多人饮食这方面 并没有节制 平时胡烂饮食 错误饮食 有可能会增加肠胃负担 长时间下去 肠胃发生病变的概率 就比较高 如果可以从饮食这方面入手 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养护身体 对生命延长有帮助 三 保持好心态 到了五十岁之后 如果可以每天 每天有良好的心态 面对生活 对长寿健康有帮助 很多人疾病的出现 主要和长时间存在 不良情绪有关 受到情绪的影响 内文明水平波动 可能就会刺激身体 导致习惯功能下降 如果可以坚持一些 好的习惯养护身体 每天有良好的心态 面对生活 对长寿健康 均有帮助 到了五十岁之后 如果可以保证 早睡早起 每天都有充足的 睡眠时间养护身体 一般会更加的长寿 现在很多人都存在 睡眠不足的情况 长时间缺乏睡眠 不仅容易降低抵抗力 还会导致器官功能下降 如果可以养成健康 良好的习惯 来促进身体健康 通常对寿命延长有帮助 这样才能防止睡眠不足 影响健康 或者出现疾病后 缩短人的寿命 抚养自己的身体 一定是没错的 有钱没钱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身体邦邦 就是财富满满 等过五十 记住以上这四句话 学会抚养自己 换一种方式活着 看单过去 看透人生 做好自己 活得慢一点 身体健健康康 作为一个容易满足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